凯文林 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又合作一期新的安家美国节目 而且是延续我们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就是教育和房产 我们之前播出了两期介绍了八所的 在纽约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 这两期播出以后有没有一些反响 有 我们接到了非常多的询问 然后也在过去这两年帮助了很多家庭 成功的进入了一些顶级的私校 也帮他们配置了周边的房产 对 所以你看很多在纽约安家落户 要解决两大问题 就是孩子的教育和居住的一个问题 所以刚刚好两位专家结合在一起 帮助很多人解决了这两个难点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三期的 关于房产和教育方面的一个话题 那今天是不是要介绍非常好的四所的著名的私校 对吗 是这样 今天介绍的非常顶尖的 乃至全就是全纽约 全美顶尖的学校 我们会介绍四所 好 所以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知道纽约就是分布很多的 全国最有名的私立学校 首先要介绍的两所是位于纽约市的布朗斯这个区域 对不对 是的 对 所以这个区域是我们第一次介绍的 在布朗斯这个区域居然还有很有名的私立学校吗 是 这些学校呢 它都是有几乎就上百年的历史 那我们第一所学校 是哈尔斯曼学校 那这个学校呢 它是 它有几个校区 有三个校区 有小学部呢 它是在山东 然后有两个校区在布朗斯 它是建于1887年 它实际上是由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 创建的是作为教师的培训 和教师实验的一个实验学校 那这所学校来说的话 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什么地方 它的教学的理念 有没有一些特别创新的地方 是的 它非常注重非常优秀的课程 同时呢 它也是非常的注重艺术体育 然后还有个人情感的这样的培养 哈尔斯曼它的特点就是STEM非常重要 就是科学理工科这方面是非常顶尖的 是第一名纽约州第一名 也是纽约州第一名的PREP 就是大学预备学校 也是全美前几位的学校 对 它是在纽约和全美的排名 是不是都可以排到前十的这样一个位置 是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全美来说的话 有将近5000所的私立的学校 对5000所的私立高中 私立高中 住了很多年 但是发现孩子想要从事体育运动 但是在曼哈顿就没有这样的场地 那他们就搬到教区去 这还有一个特点呢 这个Horris Mann 它有三个小区 对吧 我们刚才介绍到 两个是在Brunks 一个是在Up East 还有一个它是自然实验室 它有320个EMO 这么大的实验室 小孩子 学生可以在那Explore 对吧 探索这个世界 对 所以你看Kevin想象一下 320英亩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面积 对不对 这个学校非常的实力雄厚 是 它是自己拥有了一片土地 然后在这上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实验室 是 对不对 这个学校的家长很多都是从事金融行业 很多private equity 很多hedge fund 所以它财力非常非常的雄厚 那我的客人里面有一些 也是做金融的 他们真的就是 一定说要让自己的孩子上这个学校 好几个家长都是跟我讲 一定要让我的儿子上Horist money 对 但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 在学业方面 这些孩子很有天赋 进这个私立学校 但有一些家长也担心 就是说他们这种情感的这种教育方面 那这种私立学校是不是也很重视 是的 它这个学校啊 它非常注重社会情感教育 它专门还有这个课场 就是培养孩子就自我意识的认识 不管是身体健康 还有心理健康 情感的健康 对 是 那很多这种上私立高中的这些家长 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爬堂 上这个堂校 但在高中阶段我们都知道说 有这个AP的课程 那这种学校来讲 肯定AP的课程这方面是不是特别强 反而现在是这样子 有很多顶尖的学校 它不再上AP的课程 但他们自己会提供advanced的就是先进的课程 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 包括自己就很多专家进行研究 而且跟那个顶尖的大学 这个招生也跟他们交流 所以他们觉得呢 是自己开发的课程 更能够跟现在的世界接轨 所以他们就根据时代的变化 设立更好的一些高级的一些课程 对不对 是 明白 对 那他们这个学校的整个进入 长春堂大学的这个比例来说的话 你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数据 有的 他们每年进哈佛大学 平均大概每年是有四个 全中国申请本科 只有四名进入到哈佛大学 那么这个学校 只有四名就可以进到哈佛 对 50%进入长春堂 可以看出他这个实力真的是非常强 对 那所以在Browns 还有一所私立学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哪一所呢 Riverdale Country School 这些学校呢 也是顶尖的 乃至全美都是顶尖的学校 历史非常悠久 是建立于1907年 那么这些学校呢 是第一名高中 全纽约 也是第一名的 K to 12的学校 那是顶尖的学校 也是在全美 也是前五名的 去年的排名 今年的排名 今年的排名 哇 而且听说这个学校 当初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校友 对不对 是的 那就是以前的总统 肯尼里 那他是这样 他是在1927年到1930年 在这个学校学习过 他当时在1960年 就是选举总统的时候 他在Bruns说 他说我是这儿的居民 但是呢 我就从这看 在当时上的时候呢 他好像并不是一个 star的student 这是就是报道 是这么说的 学术的话 顶尖学校呢 他都是注重全面的培养 首先是 当然是他的学术 是最卓越的 但是他也非常注重 学生的情感培养 健康 心理健康 情感健康 还有呢 文艺啊 体育的全方位的培养 他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最近也是AP取消了 有自己的 就先修的课程 对 所以今天介绍 在Bruns的两所的 这个私立的学校啊 可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 排名也非常的靠前 那如果要上这两所 私立学校来说的话 很多家长说 在Bruns 交通是不是不太方便 我如果要居住 是居住在哪里 这方面来说的话 Kevin你是怎么帮他们考量的 其实我们的客人里面呢 有很多去这两所学校的 也住在曼哈顿 比如说上东上西 甚至我有一个客人 他是住在Hassen Yards 他的儿子考上了Horris Mann 但是你如果走West Side Highway 自己开车呢 其实也就二十多分钟 二十二分钟 如果不塞车的话 对 所以那这两所学校的家长呢 他们住的地方是比较多元的 有一些是住在 比如说Westchester County 有一些是住在 甚至是新泽西 也有的是住在曼哈顿 甚至在金融区 我女儿的校友 都有家长的孩子 送儿子坐校车去Horris Mann 对 所以就是住的 其实是很多元化 对 当然我比较推荐 就是说 如果是就近 不消耗在通勤上 我觉得会推荐上西区 所以今天我想要介绍的 一个新楼盘呢 就是在上西区的96 和Broadway 这个新楼盘 这也是我们经常带客人去的一个新楼盘 那它呢 是非常符合华人家长这种喜好 有很多的非常棒的设施 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就是六街 Broadway这个地方 正好往西一拐 就上highway了 十几分钟就开车能够到 对 这两所学校 那大楼的这个设计师呢 是Thomas Drew Hansen 这个是很有名的设计师 也是亿万丰大到第一所大楼 157的设计师 大楼里面呢 有75英尺的盐水游泳池 健身房 桑拿 Steam room 楼顶路台 有这个室外的厨房 室外的影院 小孩子的游戏房 普拉提市 篮球市 壁球市 所以设施这个 Amenity Package 做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它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过户了 去年11月份就开始过户了 所以现在买的话呢 你是可以马上就入住 它卖的很好的 就是三房 四房 五房 这种适合家庭的大户型 然后两房的话 是从1200平尺 到1400平尺起 三房1700平尺起 四房的话 有2400多平尺起 对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楼盘就非常适合 这种像你讲的 父母和孩子一起居住 那首先大楼 你们的设施很齐全 然后地理位置 你说去布朗斯 这个私立学校 也非常的近 一课中就能到 就可以到 对对对 然后也是大户型比较多的 对不对 适合居住的 对对对 好 性价比也非常好 它的美品尺 加我看了一下大户型 1800到2000 这样子 那确实是不错 而且是新的楼盘 全新楼盘 这个开发商 JVP Management 我带客人去看房的时候 销售团队有跟我讲 开发商本人 自己给自己 预留了一套 Penthouse 在这个楼里面 就可见 他自己本人 对这个楼盘的位置 设计品质 是非常的喜好的 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对 那在曼哈顿 除了我们之前介绍的 这几所顶尖的学校 你觉得曼哈顿 还有一些非常好的 一些私立学校 值得介绍吗 还有啊 他有一所就是 Chapen Chapen School 这个是一个名声 非常响的一个学校 Chapen它是一个女子学校 它是排名 它是全纽约是第一名 全美也是第一名 对 在女子学校里面 对 女子学校 对 而且这个女子学校 应该也是出了很多 有名的校友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学校 好像跟Kennedy家族 都有联系 所以第一夫人 对吧 Kennedy Jacqueline 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应该是非常有名的 对吧 王威威 设计师 就Wedding Young 婚纱设计师 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也是这个学校的 OK 那这个学校是在 曼哈顿的哪个位置 它在上东 对 上东区 100 East End Avenue 是属于Yorkville 这个小的subneighborhood 靠近这个 Karl Schwartz Park 对 宋美龄晚年的时候 就是居住在 这个区域里面 那个区域 对 Ten Grissy Square 对吧 所以那个区域 其实是上东区 东北角 一个非常安静的 非常peaceful的 一个neighborhood 对 另该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女校 我们之前介绍的 在布朗斯的两个 都是男女 混合的 这个私立学校 所以这个是 专门是针对女孩子 设立的一个女校 我们过去也有介绍过女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女校来说的话 有什么特点 它这个学校 女校的特点就是说 它不像混合学校 男女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是男女平等 要去竞争 但是这个呢 都是女生就可以去 当这个所有的 这个club的 这些主席啊 所以的项目 都是可以女生来参与的 所以她们有更多的机会 就是女生都可以 独当一面 对 我觉得女校 最大的特点 它是专门培养女孩 对 因为 根据女孩的 一些特性 对 是 因为男女 在成长发育的时候 它的阶段 是不太一样的 女生会早发育 一两年 对 然后在这种 单性别的学校呢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针对性别 来单独的培养孩子 那孩子的话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 他也会不太分心 因为他不会有 他会比较focus on study 那也有数据 就是另有数据 就是说 就是说 据说呢 这些女校的学生 她在考SAT啊 这些考试的时候 都会比这个混合学校 要高出二十多分 并且呢 就是更多的 有更多时间来学习 和参加一些课外的活动 对 那这个学校的整个录取 到藤校的这个比例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显现出来 是的 每年录这个哈佛大学的话呢 有两到三名 还有一些顶尖的一些 藤校的录学率 差不多也有40%吧 我这边想问一下 是不是有设立一些 比如说以中文 作为一个第二外国语的 这样的一些课程 是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三所学校 他们都有第二语言 有可以学中文的 而且中文他们有要求 可以就是比较通畅的交流 就是你不是学学而已 你必须要能够对话 蜻蜓点水 对 那我们介绍了第三所的 这个私立的学校 是在上东区 上东区 Yorkville这个地方 对 那我比较推荐的 附近的新楼盘呢 是The Kent 对 因为The Kent的话 走路到这个学校 其实也很方便 那我们也经常带客人 去这个楼盘 也是开发商是 大名鼎鼎的Extel 那这个楼盘也是 华人非常喜欢的 楼里面 大概有现在有十来户 亚裔家庭在里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有20年的地税减免 所以它持有成本很好 比如说四房的 这样的大户型 一个月地税 才三百多块钱 对 所以那现在的话 楼盘是处于一个 尾盘阶段了 所以它剩下的 都是四房五房六房 这些大的户型 对 那刚好适合这些 对 有孩子的家庭 对 然后它的设施 也是非常的符合 这种家庭的小孩子的 它有室内室外的 供小孩的这种 play这个space 然后室内的话 有一个温水的 in-door swimming pool 还有音乐练习室 所以这些都是 很适合孩子的 对 所以上东区其实 房源的选择 还是很多样化的 但你介绍这个Kent 确实来说 它特点特为明显 好 丽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最后的一所的 私立的学校 你会推荐哪一个 一所叫 Merrymount Merrymount of New York 这也是一所诗校 但是它是天主教的诗校 对 Merrymount很像是 Kevin有亲自去 tour 我亲自去tour过Merrymount 我也亲自去tour过Horstmann 我对这两所学校 印象都非常的好 Merrymount是 就地处在 大都会博物馆的正对面 所以地理位置 非常的优越 然后它是几所大的townhouse 合并起来 做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学校 那并不是说 你一定是 要信天主教 你才上这个学校 其实所有人 你不管信仰什么宗教 或者你没有信仰 你也可以去上这个学校 那它最大的一个 吸引到我的点 我觉得是 它会规定 所有的学生 都要学 这个financial literacy class 他们会让这些女孩子 去学这个bloomberg trading terminal 就是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学习 怎么样交易股票 怎么样投资理财 所以这个是 在全纽约 其他的四校都没有的 唯一的一所 这也是一个女校吗 是的 也是全部的女生 而且重点是 培养这些女生 财商方面的一些教育 对 特别的突出 这是它的一个 很大的特点 我觉得 我去参观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些学生 都是非常的 有attic 就是注重礼节 那老师呢 也跟我讲 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都会教这些孩子 table manner 你怎么样去端食物 怎么样给人分享食物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 秦桑这一块 真的是对学生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 这个最后一所学校 也是在上东 那推荐的楼盘 你会不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推荐 对 我会推荐Arlow Park 对 这是一个全新的楼盘 这是一个全新的楼盘 在86街上 然后between Park Avenue 和Lexington Avenue 更靠近Lexington 所以它交通是很方便的 非常近这个地铁站 这个走路如果去学校 应该也就10分钟左右 就到了 而且它是一个 Boutique Building 一共是20层 28户 那我带客人看过 比如说有两房的 这种户型是南北通透 对 它的外里面是Limestone 这种很经典复古的 对 它的特点我觉得 就是给我一个印象 就是包括我客人也是 他觉得这个 非常的solid 非常的坚实 是一个可以就是 站在那里100多年 都屹立不倒的 这样的很好的一个 品质的楼盘 是 对 另该我们介绍了 这个四所的私立的学校 可能很多的一些观众 会问说 那进入这些私立的学校 有没有一些难度 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它入学有什么样一些 手续方面的一些要求 能不能介绍一下 当然顶尖的私校 是最难申请的 那比申请大学是 更难 因为它的人数也比较少 那它不像大学申请的 这么明朗 就说你的要求 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私校来讲 是要根据他们 每个学校的特点 这也是不可控的因素 对吧 那么每个学校的话 它有自己的招生的年级 每个年级 招多少学生 男生 女生 对吧 这些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家长来讲 首先你要一定要了解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就像凯文 因为他自己有小孩子 所以你完全可以就注册 你到学校里面 一定要提前 你如果要tour的话 你必须要申请 对 你才能够给你这个机会 去参观这个学校 对 所以你如果有小孩的话 就很方便 你就是每个学校 你都可以进到他的学校里面 他就基本上是在三月啊 四月啊 这些 他有时间段的 你就可以去tour学校 这样的话 我就是最直接的 你可以听学校的这些毕业的学生 或者在校的学生的介绍 然后学校的领导 对吧 学校头 就是 我记得我去Horris Mann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是一个 十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 学生 带我逛了整个校园 那他自己也很优秀 他考上了布朗大学 然后学的是Economics 对 所以从这个学生本身来讲 你就从他的身上就感受到 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 对 他有某些特质 对不对 落落大方 对 都非常自信 这些学校的学生 都非常自信 就Manner 对吧 就是非常的Nice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你不能说我今年 我就要开始今年申请 那肯定是至少 至少是一年以前 对吧 或者我们很多的话呢 都会给他们做规划 就是要前几年就要开始做规划 首先就是说 家长要去tour一些学校 看一下这个学校 是不是适合你 所有这些顶级学校 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特点 刚才我们讲的可能是理工科呀 或者是各方面的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 而且要了解您自己孩子 他有什么talent 有什么专长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对于每个所学校来讲呢 他的这个Kate Endpoint是不一样的 你讲Horseman他的学生比较多 大概1800学生 但他的是从三岁就开始了 你像三岁的入学 他每年招可能就40个学生 对吧 对三岁的他的Nursery School 其实是在上东区55号East 90 对这个地方其实是 像我们有的客人就是说一定要上海 送孩子上这个学校 然后从一岁就开始准备 是的 然后送小孩上这个学校 Nursery School的Feeding School 因为你三岁才上 但是你一岁两岁去哪里呢 你就要提前准备 提前规划 你要上他的Feeding School 是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 三岁一小孩可能是不是能快玩 就玩一玩 玩一玩再放养 但是他在玩的过程中 他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他就不断地给他一些很多的教育 各方面的教育 对 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 入学要提早地做一些准备 尤其是家长这方面 根据孩子的特点 考察不同的学校 适合自己什么样的孩子 对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文件啊 要事先要做好一些准备的 那当然 就是说每个年级 他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你需要三岁的孩子 他不可能去考那些考试 对吧 但是他也有一个assessment 就是interview 对吧 私校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跟大学不一样 大学是不会interview家长的 所以对私校来讲 家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家长的教育理念 你是不是有参与度 因为这些私校都需要家长 来共同参与 就共同发展这个学校 所以家长呢 也需要面试的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么要看每个年级 他需要的准备资料不一样 那也有的 Horris Mann跟那个Riverdale 他对kindergarten和一年级的学生呢 他还有assessment assessment他是用第三方去做的 所以他呢就是 就每个学校是不一样的要求 assessment就是评估的 对评估 请第三方对这个学生的潜能 进行一些评估 是的 所以当然这不是唯一的 那学校还有其他的学生的面试 还有家长的面试 它是整个综合在一起的 对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客人 是从海外过来的 那这样子国际学生来说的话 这些上私校有没有一些难度 或者特别的要求 私校并不是每个私校 都可以接受国际学生 那比亚Horris Mann 他以前是接受的 他从2024年 就是今年开始 他就停止发i-21 你i-20是一个签证嘛 对吧 所以他就不再遭受国际学生 那么即使说 那国际学生的概念就是 我一定要给你发i-20 你要签证学生的身份进来 但是如果说家长一定是要合法身份 你比方是在这儿是 就是学生身份啊 对吧 F1学生身份 或者是工作签证啊 但他们的小孩子随着你父母 那都是合法签证 那也都可以申请 所以从今年 我们一共有90多位学生 就是申请本科呀 研究生啊 那么有五位学生 进入到哈佛大学研究生 五位 所以有这个教育专家和地产专家 这个强强联手来说的话 真的是可以服务到很多的一些华人观众 是的 好 谢谢